先說幾段真實歷史 2006年,伊拉克戰後第一次大選 800多萬個伊拉克人參加了投票 每個投票的民眾都會在手指塗紫色墨水來打紙毛 當日,選民湧上大街,齊齊豎起自己尖有紫色墨水的手指頭 證明自己參加了民主選舉,史稱紫色革命 2005年,黎巴嫩前總理哈里里遇食身亡 6萬多個示威者聚集在首都貝魯特,要求政府下台 要求敘利亞軍撤出黎巴嫩 他們全部手舉著帶有雪松標誌的黎巴嫩國旗 於是,這場街頭的示威被稱為雪松革命 2003年,格魯吉亞反對派領導人薩卡什維利 推翻了原總統謝亞爾德·納澤成為新執政者 由於薩卡什維利過去每次出席反政府示威活動 都習慣拿著一枝玫瑰花,所以西方稱它為玫瑰花革命 以上的歷史,轉回看,都會發現原來都是同一種套路的顏色革命 所以,當有人呼籲大家拿一張白紙聚集,舉起白紙抗議 我就覺得,事情不是為了疫情風控那麼簡單 顏色革命的方程式一共有12部 其中第5部就是創作並選擇一種象徵性的顏色 花朵或口號,例如布拉格子春,天鵝勇革命 玫瑰革命,雪蟲革命,橙色革命,莫里花革命,雨傘革命等等 漂亮而且浪漫 為何會是白紙呢? 可能因為黃色、紫色、綠色、橙色、黑色都有人用過 白紙又是順手黏來最簡單的道具 如果有人因為舉白紙被捕,就回他一句 白紙都害怕?那已經贏了 顏色革命的方程式還有以下幾部 例如第6部將口號及訴求由原來的問題擴展到要求自由、人權 甚至要某某落台,推翻政權等等 而第9部就是西方主流媒體配合 炮製採訪過程中遇到的不公平對待 這一點,今次BBC記者很快就做出了成績了 其實大家想深一層,中國那麼大 忽然有一天,在上海烏魯木齊路 有人舉起白紙示威 為何西方媒體都能通通及時趕到 並來過現場直擊? 除了彼此約定,早有預謀 我想不到外媒有什麼方法可以按消息靈通 可以跑得這麼快? 一舉白紙,就知道這不是一場純粹的民眾運動 顏色革命在世界各國已經發生了這麼多次 我們如果再中招,再跌下去他們的套路 就真是如不可及 愛一個國家應該想辦法令他變得更好 而不是遇上難關就配合別人的指揮棒 要他懸彈 抗疫三年,沒有人會好受 甚至有些管控確實過了火 要表達不滿絕對可以 但甘願配合西方環顏色革命 就是隱狼入室 就是致國家於危場 香港人經歷過顏色革命 我們受過社會撕裂的痛楚 我們不希望見到 原本眾志成城的十四億人民 會像香港人一樣 分了顏色,從此彼此有次 甚至老死不相往來 這種痛,如果你試過,一定會後悔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你按like和share給身邊的朋友 想收到我們最新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按鈴鐺呀 多謝大家